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小视频 主角是江湖人称马向前的马蒂奇老师 马老师这次用一连串的风骚操作 向我们证明了他马向前的外号 绝不是浪德须名啊 一起来细看 马老师歇视小跑子上前接应另一位马老师 听球的同时突然提速 毫不留情地从对方10号面前抹了过去 我们暂时走题来看又一位马老师的表演 后队的同时回头观察 马蒂奇这脚向前传球力量给得很足 马夏尔听球后脚落到身后 以便更好的泄力 再跨出一步侧身挡住上抢的托雷拉 并顺时转身成功将球控住 下面马蒂奇老师的表演正式开始 直接他慢慢地跟进上来 看似人畜无害啊 却早已选好了接应位置 马夏尔穿球 大家猜一下马蒂奇会怎么处理呢 脚后跟直接一勾想找佩雷拉 但这一下没勾好 被帕帕拦截 不过没关系 大腿一停 再脚尖一波顺势转身 上抢的帕帕踢到了马蒂奇的小腿 结果自己却被半倒在地 转过身来的马向前继续向前 面对比自己小了起码两个号的 人称白坎特的托雷拉 轻轻一扣躲过放产 回头一看 帕帕又抢了上来 于是脚背一波 第二次用转身的方式裹掉了帕帕 这一瞬间很有意思啊 画面中的11名阿瑟纳球员 和7名曼联球员 包括裁判 全部都目不转睛的盯着马蒂奇 大家猜猜接下来马向前老师会怎么处理呢 反正画面里的这些球员们 一个都没有猜到 我们当时看直播时同样没有猜到 直接马蒂奇脚踝一斗 将球从托雷拉两腿之间传了过去 准确塞到佩雷拉身前 可惜佩迪这脚爆射轰到了边网上 真是太可惜了 我们通过这个角度元素再来录一遍 以一己之力打穿了阿瑟纳局部 五人的防守 为队友创造出绝佳破门机会 敢问如此好功夫谁人也 打约曼切斯特马向前视野 我们再返回来看马蒂奇传球前后的众生相 西斯特雷拉完全没想到马蒂奇会借走偏锋 他上前的同时下意识地伸脚想要疯堵 却只感觉当下身风 阿瑟纳的其他球员也是集体慢了一拍 才转过身来 其实更有意思的是慢连球员们的表现 先看远端的万比萨卡 正孤独无助地伸着手 盼望着老大哥会将球转移到自己这一侧 看到接下来马老哥的神操作后 立马回头看了一眼边才 发现居然真的没越位 连忙给大哥鼓掌叫好 再来看佩雷拉完全没有准备 正在回撤低头一看 以哪来的球 好在反应神速立马转身 完成了一脚后门 最有意思的是 编路正在要求的马夏尔 见马蒂奇白腿了 以为他要传自己 都准备启动了 却被马老师虚幻了一枪 马蒂奇的这一波操作 真可谓骗过对手的同时 也缓到了队友呀 各位忍心不给马老师点个赞吗 好了今天的小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